这古尔街真是好听嘛 两钱没了董音 这专家给我说 理码八百万 这八百万啊 主要还是靠我的宠明才知 谁来说我不董音院 但是专家董啊 不董音院都挣八百万 对 老哥看您这两块是 云南的半园行龙 不可能八百万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人 最主要的都是宠明 我会征合子愿 我没任何一样董音 只想我都得先预估一下他的价值 把那个专家都说了 这两八百万 你刚才就说了 你不董音院 你咋整合的志愿呢 我提前给他们拍照片 发给专家 看看这个多少钱 他直接把价钱给我报过来 然后我下周再买 哦 低价买 低买高卖 对对对 那是这样了老哥 那你这个八百万专家就跟你说了 你来找我看啥 这都不懂啊 我这是货币三家不吃回 我再做打定打定行情 看谁的高 谁的高我卖给谁 他给八百万 说不得你给九百万呢 哦 还把专家给你提了 那是这样了老哥 我刚才就说了 你这两枚是云南的半圆龙 不知那个价 你确定让我给你看看 你看你呢 我及时来到你这里 我都是让你给我骨架的 你放心大胆的成说吧 好 行 首先两个都是半圆龙 云南的半圆形龙 而且入河的 入的是拱博河 拱博在咱国内的空性里 还是可以的 给的是有五十五 然后这个小斑变 四孔拳 这个斑变是这么看的吧 就是拱的下方 有四个小孔拳 一二三四 像这种孔拳吧 就属于底印板 底印板的话 相对存值量 还是非常大了 那不可能 咱家都告诉我了 这都是习式整包 你那个专家 是毁忧你了 我给你讲一下 你就明白了 你这个虽然说 写的是广税员包 但是其实啊 这不值在万庆法性 在民国建国初期啊 也有法性 这云南的半圆形龙啊 在民国和万庆时期啊 就不能两个半圆 换一个乙院 这是为什么吧 主要原因啊 还是因为半圆龙的 韩英量特别低 所以说啊 在万庆时期啊 就不值钱 而且自从刑爱革命之后啊 请王章就灭亡了 云南就不法性 乙院的足备乙院了 主要法性向这个半圆 两交的复辟银院 这里面最关键的原因啊 还是由于云南地区 地出片渊 都是散渠 经济不法大 当地的人民呢 普遍 谬欠 银院的在那边啊 反而流动不上 像这种半圆 两交的更受老百姓 欢迎 像这个银院的法性量啊 主要还和当地的经济 有非常大的关系 像东山城地区啊 两交的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但是像田径地区的利弄 二交 又是非常贵的 所以说啊 银院指示啊 非常多 不能用乙中银院的指示啊 迎套另一种银院上面 你这样会吃贵的 目前你这个状态 还是不错的 又转广 龙龄的话 也算得上蛮龙龄 像云南半圆形龙啊 比较贵的是 龙养仓包 就在这个拐角处啊 有鸡立小枕子 那属于龙养仓包 以为鸡减快 没这何问题 但是你要想 指望这两位 就一铺桶的半圆龙 这八百万 那是吃人说吗 就目前市场价的话 一面铺桶的半圆龙 二百多块钱 没这何问题 二百多万 二百多块钱 没这何问题 这还太黑了吧 你的 不是啊老哥 刚才你揍手了 你自己对银院 其实不同 你这是 两钱拿来 对吧 你这 估计 两钱拿来 然后想卖 八百万 这中间 差那么多 你对银院指示不通 那些 无论是开店的 还是摆地毯的 主要做这个的 你觉得是 你的转业指示强 还是他们的 转业指示强的 和转业指示 一点管理都没有 主要是 我是运气候 想揭露 你知道吗 哦 你还是觉得 他们只八百万 对 那这样吧老哥 该说了 我都说了 那些专家 都是骗人的 要用正常指挥 想一下的话 你就能想明白 业余选手 像在转业选手那里 钱这么大来漏 那是不现实的 那些转家啊 就是一高价 吸引你 去骗你的费用了 算了 我还是找我的转家 对吧 你赶紧 你太黑了 好好好